刘邦被小弟一通臭骂 却一言不发 庸耻还以为他心虚 骂得更起劲了 倒也不是针对谁 在座的都是垃圾 眼看俩人打得难解难分 刘邦也让大家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自己造反 留下来的都是兄弟 不愿意待的 现在就可以走 刘邦知道自己没根基 没势力 没经验 更没钱 但大家还就信着我了 非要让我当老大 你说气人不 刘邦只管招呼兄弟 没想到却来了个不速之客 不够了 刘邦瞬间失去所有笑容 妻子吕智虽然不认识他 但也能看出这个女人 跟丈夫的关系 肯定不简单 可就在所有人都秉重呼吸 准备迎接大型修罗场的时候 吕智却主动把孩子 带到刘邦身边 亲子的大度让刘邦惊喜万分 赶紧抱着儿子一顿稀罕 但他也知道 这事自己理亏 回来还得哄哄媳妇 确定媳妇真的没生气 刘邦也越来越大胆 春风得意的刘邦很快就飘了 眼看其他起义军攻城掠地 他的手也只痒痒 很快就选中了守军最少的狐灵 没想到狐灵的守军虽少 却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瑞士 打得刘邦损失惨重 只能带着一对残兵 灰溜溜地跑回家 而这次教训 也终于让刘邦意识到 自己和正规军之间的差距 决定先发育一段时间 把兵炼好再说 而随着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 秦国的天下 很快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